为你细说佛陀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上次的转讲人地事 是讲到慧能为了逃避恶人的追寻 于是就运迷在猎人队五中生活 他隐服了很多年之后 终于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应该出来弘扬佛法 他离开那帮猎人 去到广州法圣寺 刚好当时印中大师 就在法圣寺讲解着《猎盆经》 所以有很多出家和在家的信众 都来到参加这个《广经法会》 就在休息的时候 有两个僧人 为了门前一对长番 到底是避风吹动 还是自己动动 而争论不休 慧能就对他们这么说了 他说 既不是风动 亦不是翻动 而是人者心动 在场的争论一听 在场的争论一听 知道一个普通人 绝对不可以说出这么高深的义理 于是有人即刻通知印中大师 说有个高人 来了法圣寺 印中大师请慧能 去到法会的上席 就跟他这么说了 人者心动这句说话 充满禅机 妙不可言 行者言简理当不由文字 相信定非常人 大和尚 世事起灭 都在人心一念之间 善恶罪幅 亦莫不如此 如果自心 如如不动 不起望念 又怎会觉得事物 有所动动呢 是呀 真是高妙了 请行者上座 老衲狗闻 禅中伊勃祖以南移 全城之人 莫非就是行者你 没错 就是慧能 果然是禅中六祖 嫁临发圣寺 路纳鼎临 不敢当 不敢当 六祖 请问五祖交付伊勃之时 有何传授呢 五祖并无传授大法 只论见性之道 不讲禅定解脱 为什么不讲禅定解脱呢 禅定解脱 都有其相对 而佛法 那是不义之法 那何为不义之法呀 简单来说 佛圣非诚 非无常 非善 非不善 无义之性 即是佛圣 哦 多谢大和尚 虽然 虽然印中法师 身为法圣寺的住址 经常都有讲经说法 门徒众多的 但是他一知道慧能 就是禅中六祖 马上就向他合掌鼎礼 还虚心请教 不义之法 听完慧能 开示之后 更加谦称 自己以往所说的义理 就好像雅力一样 毫无价值 而慧能的言论 就有如真金一样 那么珍贵 他从得识 慧能还未正式落法之后 愿意执弟子之礼 为他举行替道仪式 慧能自从得到 五祖宏隐大师 传授禅中的衣缝 到今时今日 才正式在法圣寺 出家受聚足戒 跟着 他就开始在 自从的菩提树下 弘扬东山法门 东山 即是今日湖北省 黄梅院双丰山之东 因为四祖道信 在双丰山弘法 五祖弘忍 也都移居东山 所以后世 就叫弘忍所存的禅法 做东山法门 上次我们讲过 法圣寺 即是现在广州光孝寺 在光孝寺里面 仍然存有供养当年 为能剃落苏法的六祖法塔 六祖正式出家之后第二年 就移居曹溪宝宝林寺 当时 巢州刺史委渠 礼请六祖去到 曲江城的大凡字说法 六祖的弟子法海 就将六祖说法的内容 记录下来 后来经过增山修定 就成为后世流传的 六祖法宝谈经了 这本六祖谈经 是中国佛教界 唯一不是从印度文字翻译的佛经 至于之后还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要留下一次才说